哈囉 今天我們要來拍我們這個網咖系列好不好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網咖是後面這個 頑固電競 那今天應該是不會住啦好不好 今天應該是在這邊待個大概七八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晚上跟朋友去二華夜市之後呢 就要回家了 所以說呢 我們就去來體驗就好 體驗它的包廂 那他們這邊的這個評價還蠻高的 4.9顆星 然後那個評論有900多折 感覺不像是刷的 而且看那些人留言好像也就是 都有在認真打心得 所以說呢感覺應該會是一間不雷的網咖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 看下面的這個包廂感覺如何 OK 那我們現在就上樓 GOGO OK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我們這個電競包廂好不好 那我這一次呢 你們看到前面那個進來的畫面有沒有 我怎麼會是雙人包廂呢 因為他們的單人包廂全滿的 然後剩下那個雙人包廂 那我想說 我也不想坐外面所以就開來雙人 而且他們的雙人價格有點意外的便宜 就是4小時的這種雙人包廂 400 哇 其實這樣講起來蠻便宜的 而且他們這邊的這個環境還不錯 你們剛剛呢 我沒有拍那個 我還沒有拍那個廁所那邊 他們的馬桶是免治馬桶 我等一下吃完東西一定是去那邊先拉一波 然後讓屁股出來熱熱的 OK 好 那 你環境很簡單啦 就是一張一張床嘛對不對 然後呢 有這個折疊的這種小靠背椅 這個叫做什麼 應該叫做核式椅嘛 對 這個核式椅給你靠背用的 OK 然後呢 一台一台冷氣 有冷氣就是這樣 OK 然後跟這個上面呢 有這個置物櫃的部分 那這個置物櫃呢空間很大 所以說 假如說你東西很多的話 應該是可以塞進去的 OK 然後 我發現連自己他們這邊沒有床 所以沒有那個棉被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過夜的話 我猜 應該是要逐界毯子 OK 那反正我今天不會過夜啦 所以說 呃 無所謂 OK 好 然後呢 各位 最重要的一點來了好不好 我早就有講過 什麼 已經講兩次了 這是講第三次 插頭 插頭真的很重要 那邊 電腦旁邊就有插頭 所以說 這個部分 及格 很棒非常好 然後呢 這裡 它還有這個 一個上次 叫什麼 小茶几 可移動式小茶几 好不好 那就可能讓你這個電源送東西過來放東西的 然後你等下吃完東西之後呢 也可以把螺絲放在這裡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這個空間是有在給它利用的 OK好 然後 然後 大致上 包廂環境就這樣子 然後真的是滿大的 OK 好 那 現在我錄製非常的餓 所以我現在呢 要先來點餐 然後點完餐之後呢 就來開一個這個PoE刷一下圖 最近這個 浮石獨屠 終於 完全成型了 也不算是完全成型了 大概成型了 80%左右 目前這個箭袋還沒搞好 有點想去搜個成品 不過呢 還是自己作裝比較快樂 所以說呢 等等呢 就先刷個圖 看可不可以掉個兄弟之陣 然後刷完之後呢 就等晚上的時間 跟我朋友去熱華夜市 逛一下 逛完之後就回家 OK好 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 開始點餐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點我們的這個 餐點的部分 那我今天呢 是有點想吃這個 維莉雜醬麵 好不好 雖然說這個 少了滴溝油的味道 但是維莉雜醬麵 還是好吃 OK 然後我們這個 下個購碗 爽一下 再來呢 配個飲料的部分 那飲料的話呢 它 有這種氣泡 飲咖啡啊 礦泉水 然後還有這種 線泡的 那我剛才已經看過線泡了 這個線泡呢 我決定 我要喝這個 叮叮叮叮叮叮 多多綠 尾伊醬 然後 再再再再 我跟你講 只有吃這個 不過贏 炸物來一份 然後呢 炸物 一份 這個 薯條 OK 確認購買 185元 OK 好啦 那我們這個 等我們餐點來之前呢 我們先來 給各位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 電腦的配備是如何 CPU呢 是用這個 i7-12700K 然後這個 記憶體 32G 有點料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顯卡的部分 OK 顯示卡 點開 夭壽哦 他們家也是用3080耶 有點料 好不好 很猛 真的很猛 可以 所以應該很多電腦 很多遊戲都可以玩 好 那 大致上就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 硬體的部分 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們的這個 耳機的部分 一樣是沒有看過 我這個真的是 很多牌子都沒看過 不過呢 這個 感覺應該算是乾淨的吧 好像沒有太多的那個 破皮皺褶 對 然後 這個鍵盤的部分呢 是這個 OK 然後 這個 滑鼠的部分 這個 把它老熟了 我們的這個 ROG的這個滑鼠 OK 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然後呢 看我今天現在這樣子對不對 這邊可以這個 玩遊戲 那這邊呢 就可以 來看影片 完美 真的是完美 反正POE也不需要聽聲音嘛 所以我等下呢 就是 用這台玩遊戲 然後 耳機帶這一台 OK 一個人兩台電腦就是這麼爽 OK 就這樣子 OK 我們這個 偽利炸醬麵 跟我們這個 薯條呢 都進來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呢 哎 廢話不多說 趕緊來吃我們這個 偽利炸醬麵 那這個炸醬麵的部分呢 好 我們剛剛已經給它稍微拌了一下 這個 哇 這個香味真的是 真的是 直接 衝進我們的鼻子裡面 真是過癮 微炸醬麵這個東西 它應該是 這種 乾麵系列 最頂級的一個存在 好不好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嗯 它們可不然煎得好 煎得很好耶 是很好吃的那種 好吃 豬王它真的是很過癮 然後呢 多多綠 超肥超爽 太過癮了 OK 全部吃光光 好啦 那這個 剩下的薯條也把它剋完 我們等一下呢就 開開心心的刷圖看影片 好啦 那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等等 等等去搭便的時候呢 再拍一下它們的這個 免製馬桶給你們看 嗯 好吃 這就是它們的廁所的部分 然後呢 我現在 要拉屎 這個是我剛剛在你們提那個 免製馬桶 衣袖 好 哎 OK 好 那這個 滷溫水 有暖座 也都有 好 那我現在呢 現在大便 大便門就開了 好不好 好 那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來活用我們這兩台電了 好不好 那 因為我這個懶得登錄這個 Mavra 就是用巴哈東文風 直接看一下 我對它是第三集 然後我只能跟你講 這一個 好不好 因為我看漫畫 這個人 我是蠻喜歡的 好不好 你講的蠻可愛的 然後個性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這邊 欸 洗武軍 好爽耶 好了 那就 開始 那個 想想宅 宅泡 看動畫囉 OK一位喔 現在呢已經 看完了第三集 我推 然後這個 武軍那個 洗完了 好不好 我們洗了兩輪 那 因為我們今天呢 是不會住的 所以說呢 我們沒辦法體驗到一個過夜的感受 但是呢 現階段來說啦 他們現在 剛才我講啦 我們附近其實都 都有住 都有住人 可是我覺得還算 還蠻安靜的 除非是 你要大笑才會聽到聲音 不然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以接受 反正你平常就是戴著耳機 對 那 我現在 現在我們先來躺一下他們這個 床 體驗一下 雖然說今天沒有要過夜 那應該是要躺一下 天氣喔 認真講其實是還行啦 就是那種一般的 就是那種普遍那種去那種玩卡寶箱會有的那種錯 對跟我們之前去的那個上一間嘉義的那個還是有落差 不過呢好不好嘉義他們是有特別標榜他們是獨立桶什麼的 但他們也沒有他們就是一般很經典的這種 不過呢不會難躺好不好 而且兩人的這個床的大小也是很大可以接受 就大概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繼續刷圖 然後刷到等一下有朋友他們到之後呢我就要離開這間網咖了 那我們等等看情況我們去樂華夜市 在看要不要拍點什麼東西 好就這樣 好的那我們已經逛完了我們這一次這個樂華夜市了好不好 那因為那個跟朋友出去逛呢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拍一些有沒的專心陪的朋友聊天跟他們逛 那最後呢還要幫我們這一次這網咖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這一次的這個 4小時體驗呢是還不錯的 那雖然說隔音的部分呢在我要離開前之後遇到一組客人 他們聲音是比較大聲的 不過呢帶上耳機其實都算是OK好不好 都其實不會太影響到你自己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談一下這個價錢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們以伙食費來說的話呢 就相當台北物價啦 那個圍仔麵70塊錢 我覺得就非常台北的網咖旁邊的物價 對那就這樣子 反正生活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屬於什麼樣的物價我是覺得都無所謂 反正重點是東西好吃就好 那他們真的是弄得很好吃 而且他那個荷包蛋 那個醬油膏那個連上去之後 那個鹹鹹的那個口感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我跟各位講那個貢丸的部分其實不一定要加 因為我覺得貢丸 我自己個人覺得加在圍仔麵上面好像沒那麼搭 可能要煮湯的會比較好一點 對所以假如說你是點乾麵的話呢 可能就不用加工完了 OK那薯條是好吃的 那價格這樣一八五味也是自己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最主要是他們這個包廂的費用 這樣四個小時呢是四百塊錢 可是我看來是雙人包廂 所以說假如說今天我帶一個人跟我去對分的話 一個人你只要兩百塊錢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便宜的 假如說你們是跟朋友一起來的話 想說你們下午有空啊 或是傍晚有空想打個四個小時的電動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價格不錯 而且還有這個獨立的空間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 OK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 那這一次的這個體驗還不錯 給他一個 嗯 八分 OK好 就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下支影片再見 OK 拜拜